准备去吃饭的时候 陈锋还问了堂堂 关于银针为什么要穿透 他扎的又是什么穴位 和连嫂子的身体 又是为什么会这样 他生产没生好呢 就是生孩子是吧 嗯嗯对 是生孩子呢 女子有孕 会生子 生子犹如鬼门关 一招生一招死 万分凶险 爸爸明白了 走吧 咱们该回去了 他们估计快做好饭菜了 好耶 吃饭 堂堂刚刚就饿了 嗯 爸爸刚刚也饿了 饭后望祖娘吃过饭 去看和连 嫂子 你今天胃口真不错啊 真是啊 好像被扎了这么几针之后 就有胃口吃饭了 那就好 那就好 证明有希望了 之前那些医生都说看不好 说什么要去大城市里看 现在看来 堂堂也是有本事的 还真是 这孩子是厉害的 不过嫂子 堂堂看命这事 阿峰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你就说是阿峰瞧的就成 行 我听你的 之后 陈锋又在堂堂的授意下 给望祖娘 写下了两个药方 并且说了这个病症的 最严重的问题 堂堂说了 就算治好 她那身体也不能再怀孩子了 失去了这个功能了 这个没关系的 我哥嫂他们一儿一女了 都凑了个好了 不会再生的 再说了 现在都计划生育了 不能随便生孩子了 这要是不能生 那就都生了去医院结扎了 挺好的 挺好的 那就行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药 先吃几天 把身体流血的情况降下来 恩恩好的 好的 我这就让我哥去拿药 之后堂堂又给和莲把脉 看看稳定情况 确定暂时没答案 这才和爸爸准备回家 阿峰 堂堂 等一下 嫂子 怎么了 这个 吃给你们 嫂子 不用 什么不用 这怎么行呢 你们治病看病 就要收钱的 不一样 我们只是作为朋友来看看的 不收钱的 如果能看好 等嫂子好了以后 给我们堂堂买多点好吃的就成了 不给你们钱怎么好呢 我们请人看病都是花钱的 伯娘 不要钱的 不要钱 嫂子 我们不要钱的 你们有钱的话 等你嫂子病好了 给她吃好点 这样身体恢复得快 家里还有点事情 我们先回去了 这呢 那好 那等我嫂子好了后 亲自登门去感谢你们 好好好 那我们先回去了 那行 而就在妇女二人走出大门 准备离开的时候 堂堂想起一个事情了 爸爸 让娘娘洗洗澡 不要洗太多水了 行 咱们去嘱咐一下 对了嫂子 你给和嫂子清理清理 但是不要洗澡 擦擦身就好 这样对她身体好 嗯对 就是这样 有太阳 擦擦 我明白了 这是趁着白天天气还暖和 擦擦身 好 谢谢你们 等陈峰他们离开了 望祖娘连忙去准备洗澡水 嫂子 堂堂说 要给你擦擦身子 这样舒服些 等会我给你洗完 再把你这被褥洗洗晒晒 阿妹 谢谢你啊 咱们姑嫂俩 有什么好谢的 咱们又一块肠大 这点情意 做点什么都是可以的 等会水烧开 咱们先赶紧地擦擦身子 舒服些 真好 听你的 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那孩子真厉害 能舒服就好 你一定能好的 小宝还等着你照顾呢 要是能好 我一定好好照顾小宝 好不容易得来的孩子 肯定能好的 肯定能好的 不过咱们女人 生孩子就这样 好生的呢 连生几个都没事 不好生的 可能就 是啊 要是能迈过这道坎 这孩子我得捧在手心里 没事 你会好的 咱们不用太担心 这边陈峰和堂堂回家后 和连的事情 也算告一个段落 过了两天 望祖娘过来说 她嫂子 照着堂堂说的那样药方吃药 血已经止住了 不再每天流血了 好 那就好 不遭罪了 真是谢谢你们了 也没什么能汇报你们的 不能这么说 邻居之间互相帮助应该的 谁没需要对方的时候啊 堂堂说了 过两天再去看看她 到时候再对症下药 解决其他问题 好好好 嫂子我们待会还有事要忙 你就先回吧 好 那你们先忙 到时间后 陈峰和堂堂又过去和连家复查 到了之后 和连此时正在院门口晒太阳 嫂子 我们来了 谁啊 是阿峰和堂堂啊 嫂子 你今天感觉如何了 舒服多了 整个人没那么冷了 那就好 现在看着嫂子 你七色都跟之前不一样了 是啊 这两天能吃能睡的 状态越来越好了 那就成 嫂子咱们进屋 让堂堂再复查一下 好好好 进来后 陈峰很快带着堂堂给和连 把脉做了检查 堂堂怎么样 娘娘没事了 已经好很多了 但是还需要再扎一次哦 随后堂堂就开始扎针了 这次没有像上次那样 穿透手这些穴位 不过堂堂在下 针扎在和连腿上的时候 她还是疼得冷汗沉沉 很疼哦 你忍一下 好 堂堂别担心 我忍得住 你扎你的 更好 几番扎针下去 和连气色瞧着又恢复了些许 好像整个人舒服多了 真的谢谢你啊堂堂 没事的娘娘 不用谢 不用谢谢呢 随后堂堂又让陈峰 把这次的药方交给和连丈夫 哎呦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这些钱你们拿着 不用不用 真能要 家还有事先回了 这 阿峰 这些都是家里的东西 不值钱的 给孩子吃 爸爸 这吃的咱们就收下吧 嗯 那好吧 那没什么事 我们就先回了 还有事 就不留下吃饭了 那行 慢走啊 好好好 之后除了忙家里的时候 又过了几天 陈峰又带着堂堂来了一次 再次见和连 他整个人的气色都恢复了不少 虽然瘦还是瘦的 但是他整个人就想重新焕发了光彩 多谢啊 多谢啊 你们这法子还真厉害 要到病除 嗨 刚好家里有类似治病的方子 所以就设事 嫂子能好就好 堂堂给和连扎针了三次 之后 就是下一副药这次扎针后 堂堂表示 不用扎了 好好吃药就能好了 当然这些是堂堂事先交代给的陈峰叶 接下来 娘娘就要好好吃药就行了 虽然不能一下子好 但是能好一些 不过想恢复好一些 需要他多注意 不要劳累 也不要生气烦闷 开心点 那就好 那就好